急性用肾余肾炎的临床表现主要是可以分为两个大部分 一个部分就是感染引起的一个膀胱刺激症状 尿路系统的一个症状 像尿频、尿急、尿热、尿痛 然后出现一个肾躯的疼痛 可以检查可以发现有一个肋极点或肋腰点的压痛 然后中下输尿管点的一个压痛 这是一个尿路系统的一个症状 就泌尿系统的一个症状 另外一个就是一个全身性的一个症状 主要以感染症状为主 就是出现这种发热、寒颤 然后其他的会出现 比如说一般性的一个症状 出现一个乏力、头痛 甚至出现一个恶心、呕吐等等 这种发展的一个症状 吐arus是是续尖疼痛 所以有经常 sa互相宠 于是什么症状